光明网评论员 实名认证为三甲医院血液科职业医师的科普医生博洋 发表了一篇题为 三甲医院医生泛怒发言 这种牙膏年销量30亿 却把老百姓坑惨了的文章 正在云南把药中草药牙膏成本中 发现了安甲环酸 而这是血液科医生常用的止血药 还是处放药 而添加安甲环酸的牙膏 不仅一种中草药牙膏品牌 但当天下午 原创作者科普医生博洋 又发声明称 是我这个临床医生咕噜挂闻了 特此将被吓到的朋友拒歉 目前云南白药集团工作人员回应媒体询问时称 没有欺骗消费者的意思 否则它上面肯定不会标这个成分 牙膏含有云南白药的药物活性成分 帮助减轻牙瘾问题 现实就是 这个牙膏到底含什么药 这些药有什么效果 号称的止血效果究竟是哪个在起作用 公众看来还是颇为糊涂 但这个问题 对宣称具有止血效果的牙膏来说 其实是一个必须先首先能回答的问题 试想 一个商品 它的功能如何实现 不是理当清清楚楚吗 事实上 已经有了眼泪人士指出 安甲环栓并不在牙膏进用原料之中 按规定尽量添加并无问题 这也是原网问作者 做出补充说明的主要原因 但舆论目前的关注点 却转向了企业的宣传策略 在产品中添加起作用的药剂 却又在宣传时诉诸神秘主义叙事 有观点以为 这是不是体作 用的是西药 却又宣传是中草药的神奇效果 就如有评论指出 这种模糊化的宣传策略 在一些食品、药品中颇为常见 有不少王铁曾指出医学药物 保健品 标注传统一方 事实上起作用的 却是一两位添加的药剂 而这次的牙膏止血效果一云 无疑又让人产生了类似联想 这种神秘主义叙事 可以借助情感上的 亲戚与认知上的熟悉 短暂收获市场仍可 但却会埋下信任危机的伏笔 甚至可能伤及一整套 包括传统医学 在内的话语系统的合法性 对一个产品出现疑问 往往会造成对相关产品 产业以及文化预定的追问 一套暧昧说辞 总有遭遇质疑的一天 万一传帮 连带着的民族情感 文化认知 都会连带着遭受冲击 因此 在产品宣传上的模糊化处理 长远来看 绝非明智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曾经发布忠诚要多用名称 命名技术指导原则 根据技术指导原则 忠诚要命名不应采用强力 塑像 语制 命制等夸大 自诩 不切实际的用语 曾在明显夸大疗效 有低俗用语和明信色彩 以及处方相同而要品名称不同 要品名称相同或相似而处方不同等问题的忠诚要名称必须改名 这说的虽是忠诚要 对于颜高 保健品来说 也不可谓没有针对性 种种说辞 必须破除模糊不经的广告口径 回归一是一 二是二的科学常识 对于人们含进口中 用在身上的产品来说 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应该有个明确的说法 转载起著名来源 光明网 作者 光明网评论员 字幕装定 où